再来关注三星堆考古发现 一直备受瞩目的七号坑大型硅背形网格撞气 历经一年的精心发掘 昨日已全部提取 八号坑残高近一米的大型青铜神坛 在初步清理和保护后 昨天也全景亮相 硅背形网格撞气 气形之独特 不仅在三星堆上述首次 在整个商代的青铜文明中 也属于第一次见到 它的外侧为网格撞椭圆形 分上下两层 内有一个背部妥起的椭圆形完整玉器 玉器表面保留着非常清晰的纺织品痕迹 在清理掉气雾上的泥土后 考古人员发现 这些网格似有错位 感觉可以掰开 历经三千多年 这件网格撞青铜器已被严重嗅食 其中两脚也变形残破 暂时还无法进行开盒实验 未来 考古人员希望在文物保护修复以后 能够打开盒子 揭开它的秘密 此前8号坑发现的造型独特 工艺复杂的青铜神坛 前几天已经被分阶段提取 并送往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 进行进一步清理 目前已经出路真容 在青铜神坛的平台上 有四组十三个人物造型极为丰富 尤其是从中间脱落的这样一个 背雷小铜人 他的身后背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小圆雷 这个背带的绳结只有两毫米宽 这也是在三星堆考古中的首次发现 被发现时 神坛就已经断裂 因此 考古队员分两次进行了提取 首先提取出来顶部的小神兽 造型非常奇特 像是多种动物的混合体 躯干类似于马 腿部像大象 长有大尾巴 嘴部十分宽大 提取上来之后发现 有一点变化 就是它比其他的神兽的 多了两颗非常长的獠牙 而且是向上卷起来的獠牙 当然我们目前暂时称 那个东西是獠牙 因为我们还不能够完全 确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小神兽的脖子被铜绳拴着 铜绳向上延伸 大概有30到40厘米 但是在向上的部分就断掉了 所以我们整体推断 这个神坛之上 实际上在八号坑内 现在还不是完全的 它可能是会更高的情况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